这一张是金正寅获证实的唯一一张照片 已经是20年前拍摄的了 外奸对他一无所知 唯一知道他来自一个冷酷和把持权力的家族 金日成是朝鲜的开国领袖及共和国永远主席 他的儿子金正日是全国人民所知的另一名领袖 金正日经过长期的准备和提携 进入权力核心 这是众所周知的 多年的训练 让他成为他神化了的父亲的必然接班人 所以当金日成在1994年逝世之后 朝鲜的领导班子可以顺利过渡到下一代 但是两年前金正日被怀疑中风 让他看来又瘦又弱 很快人们又再次谈到接班人的问题 不过这次的安排 却让人感到如在无礼物中 此外 很多分析家更认为 他的三个儿子之中 没有一个具备领导才能 大儿子被认为是花花公子 二儿子个性软弱 那么就剩下大概27岁的 毫无经验的金正寅可能很快掌管这个国家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